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线报 我是介林 照片分子盗用美女照不骗局 假扮富婆在社交媒体开出100万令吉重金 谎称要借金生子 还要求和借金人发生关系 直到怀孕为止 一名中年华裔打装机操作员 在美艳女子温柔公事 和赚快钱又货下 前前后后缴付了各种手续费 结果卖金赚百万不成 反而被骗走血汗钱 49岁华裔男士主李先生 在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张天赐协助下 召开记者会揭发这项最新诈骗手法 李先生是在本月初于社交媒体 点击一则借金求子广告后 开始收到一位自称陈慧如的34岁女子的信息 对方声称已嫁给新加坡富商 人住在新加坡 正在物色借金人 双方是要发生性关系 直到她怀孕 事成就会缴付100万令吉 期间富婆以各种甜言蜜语公事 让原本只是想好心帮人的李先生 身陷其中 并为了尽快和对方见一面 李先生在女子哄骗下乖乖捧上所谓的诚意金 手续费 国际认证费 税务及律师费等 前后缴付了24000令吉 你支付了1000块 律师就会联系你签网密协议合同 签完合同之后 律师就会购占30万到你的户头 然后联系你这边的酒店 我们生活在一起 然后他又给了律师的那个 Agglement Agglement了给我 然后他又叫律师 他要进5000块就分1万4了 然后一直一直跟他说了什么 我记得我认真要进入高三千 李先生披露 直到对方要求支付3万令吉订金后 他便开始起疑 并在寻求装天赐意见时 惊觉自己受骗 目前李先生是以离异的单亲爸爸 拥有一名孩子 由于和对方签了所谓20年的保密协议 李先生在发现被骗前 一直不敢把此事告诉任何人 就连孩子也没有透露半分 华裔妇女控诉已和前夫分居 并且没联系超过24年 不料突然有阿龙上门找前夫追债 日夜派人驻守家外 监视其家人一举一动 还留下许多追债字条等 严重骚扰她和家人的生活 妇女如今恳求阿龙高抬贵手 停止骚扰家人的举动 51岁女侍主林女士 今天透过行动党八升新城区 周议员柯腾飞召开记者会说 她和前夫分开后 一直和两名孩子和母亲居住在燃斗班让 也不等阿龙是透过什么管道 获知她的住处 她披露阿龙至本月10号起 开始对她电话轰炸和找上门 包括通过五个不同电话号码 拨打20到30通电话给她和家人 第二个儿子就听 他就讲你骗啊 这个是谁谁讲什么了 欠我文钱 欠40多钱 你们要还什么什么的 我儿子就怕 他就打电话跟我讲 两天后更是每天有不同阿龙找上门 平均一周有阿龙每天到访住家 一到三次 甚至部分昼夜在住家外贴字条 让一家人承受巨大精神和心理压力 12号过后开始就了 因为他们联络不到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跟他讲到话 所以他就开始放纸了 林女士说 他和儿子都需要外出工作 平时只有80多岁的老母亲在家 担心家人安全和对方的行动会升级 因此已在本月17号报警备案 18岁哥哥骑摩托载着5岁妹妹 正要和骑另一辆摩托的妈妈 到父亲坟前拜祭 不料却撞上放置在路旁的垃圾槽 双双宋运抢救后 先后不至 而全城目击意外经过的母亲 一夜之间失去两名孩子 获得肝肠寸断 让闻者心酸 这起事故是于昨天傍晚6点15分左右 发生在甲市SPA大道 也就是古鲁蒙的汉哲拔体育场附近 画面可以看到 两兄妹共成的摩托 在事发后损毁不堪 甲中央警区主任克里斯多夫说 18岁死者摩哈默阿米鲁 及5岁死者诺阿菲卡 分别于昨晚7点40分 以及今天凌晨12点半 在医院去世 两人遗体送往太平间解剖 以查出死因 镜头转到吉隆坡 一名男子准备开车离开时 发现轿车被人双重搏车 阻挡去路 他鸣笛长达30分钟后 女车主才姗姗来骑移车 令人错愕的是 女车主竟然还满脸不在乎的 上车离开 令男子忍不住呛骂对方 浪费他人时间 却不懂得道歉 网传贴文和行车记录仪画面 可以看到 去路受阻的男侍主 不断往车里及四周张望 并试图推走双重搏车的 有关轿车 但都不果 不久后 女车主若无其事靠近轿车 随后开门上车 并把车子开走 许多网友忍不住 群起抨击女车主的无理态度 一辆罗里在大道行驶时 挡风玻璃 突然被一个不明物体撞破 司机事后调阅行车记录仪 发现罪魁祸首 原来是一只鸡 令司机无奈感叹 遭遇无望之灾 画面显示 事件发生在昨天早上 约8点08分 无疑男士主事后在网上留言 庆幸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不过网民则对 事主的遭遇感到同情又好笑 马六甲一栋拥有百年历史的豪华别墅 如今被野草和藤蔓植物包围 还被附近居民称为鬼屋 如今这栋荒废豪宅 因为不时有吸毒者潜入追隆 还有外人混入乱丢垃圾 涂鸦或为非作歹 让当地居民担忧 人身安全之际 也因为不理想的环境卫生 而深感困扰 画面可以看到 这间座落于 甘榜柠檬眼的百年别墅 外观虽然已经残破不堪 但其精美雕刻和强惠 仍保留着昔日风采 展现这座豪宅 曾经的辉煌 不过这座中西和平建筑风格的别墅 由于多年没有获得妥善维护 如今已被茂密植物完全覆盖 犹如一座鬼屋 别墅内部到处都是垃圾和涂鸦痕迹 而居民担心 这样的环境容易引来隐君子和不法之徒 带来安全隐患 换个焦点 来关注马哥达州议席补选提前投票日情事 选委会数据显示 军警提前投票率非常踊跃 马哥达州席补选投票是从早上八点起到下午五点结束 本次符合投票资格的军人和配偶高达4510人 警员则有401人 该州席是因为元院州议员沙利花 于8月2号病逝而悬空并迎来补选 投票日定于本月28号 这场补选是由国阵候选人赛福星 直接对垒国民联盟候选人莫哈莫海战 来关注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人贪污案 这桩案件今天出现戏剧性发展 当事人易华人在今早10点开庭后 突然表示决定认罪 据8世界新闻网报道 案件今早开庭后 易华人透过代表律师表明准备认罪 原因是控方已不打算提控他 原本面对的两项 抵触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 易华人一共面对35项控状 其中两项是抵触防止贪污法令的控状 而这和新加坡酒店与地产大亨王明星 以及世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有关 据了解 今早控方在庭上 只会把这两项控状 修订为抵触刑事法典第165条文的控状 意味着易华人面对的35项控状中 共有34项 指他以公职人员身份 索取贵重礼物和好处 控方随后指会以5项控状 让易华人认罪 而在被告栏的易华人 接着告诉法官他决定认罪 代表易华人的文达新高级律师在向法庭求情去说 易华人决定认罪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希望他所爱的家人继续因为这起案件饱受煎熬 案件定于10月3号下判 以色列军周一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 嘎击了超过1300处真主党目标 黎巴嫩会声不止 以军空袭已造成492人死亡 1645人受伤 是去年10月以来双方最严重的冲突 数以万具居民急往北部大逃难 画面可以看到黎巴嫩南部居民在枪弹雨林背景下 携家带券逃难 他们的汽车、货车和卡车上装满家当 遭遇以军空袭的南部城镇马家勇 也冒起浓浓白烟 四处尖叫声不断 一名黎巴嫩官员说 这是黎巴嫩自1975年至1990年内战以来 单日伤亡最惨重的暴力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发表声明 对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蓝线附近紧张局势升级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深感震惊 呼吁立即缓和局势 尽一切努力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加剧 真主党预计将扩大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 而以色列政府周一晚宣布 由于特殊的后方形势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时间为期一周 直到9月30号 另外多间航空公司也纷纷宣布 暂时停飞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 换个焦点 中国外长王毅周一在纽约 会见日本外长上川杨子时表示 中方将依法调查处理深圳日本学省 预袭这起个案 一如既往依法保障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公民安全 并指日方应当冷静理性看待 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 美国商务部正式提议禁止美国联网汽车 安装含中国及俄罗斯开发的软件和硬件 并强调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 而非政治因素 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指责中国 为履行一项他任内和北京达成的协议 也就是中方未能履行采购500亿美元 换算马币2086亿令吉的美国农产品的承诺 他誓言如果再次当选 将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此事 另外特朗普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分渴望民主党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获胜 他周一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的竞选集会说 泽连斯基是史上最强推销员 对方每一次来美国都能带走600亿美元 也就是2500亿令吉 为庆祝中国国庆75周年 中银香港年轻品牌理财22 连同香港唯一乐高专业认证大师洪子健 召集超过千名年轻人 使用近300万颗乐高计目完成拼切全长26公尺 或1.78公尺的清明上河图立体情景模型 创下全球最大乐高立体情景模型 建立式世界纪录 啤酒节Octoberfest是源自德国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 从1810年开始的这个节日 当时是为了庆祝 把法利亚王储的婚礼而诞生 然而演变至今 它已经成为闻名全球的嘉年华庆典节日 今年的啤酒节庆典来到了第189届 德国不少民众和游客聚集在慕尼黑 共享啤酒节嘉年华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感受啤酒节现场的热闹氛围 我是杰琳 我们再会 本集成的热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